那個就是我們到底要抓什麼東西 那通常的話會抓網路資料 開放資料 各位如果Google一下開放資料網路上一堆啦 像台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反正六都都有開放 中央政府也有開放 那目前台灣算是開放資料程度算高的 全世界 那以後當然會慢慢變成開放政府啦 開放政府就 反正我資料都給你你自己上去看嘛 我就揭露了嘛對不對 那就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呢台北市政府也有 那只是說呢這邊 裡面有哪一些是可以拿來用的 所以我們練習的話請各位呢 也許點擊這個 或者你Google那個 開放資料 台北市好像就排第一個 裡面的話有哪些格式呢 像CSV 像XML 或者是說呢像他用PDF就 比較麻煩 PDF抓下來 他就要抓麻煩 所以呢 他擺明就是 不希望你抓的樣子 他跟這開放好像有開放跟沒開放差不多 好 那還有什麼呢 比較常用像Jason 有沒有 如果ZIP你跟他解壓說 才能拿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們練習 我們大概會練三種 最重要這三種 就是 CSV 應該知道吧 前面有用過 XML Jason TST其實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這些東西 那如果今天呢 舉那個什麼 CSV 這個例子 那你點CSV裡面一堆啦 所以 這麼多 自己找 那我們就是 找其中一個 哪一個呢 我這邊有一個是 台北捷運轉乘停車坐標 的位置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看到什麼 這個有一個超連結 這個連結點進去的話 你可以預覽一下 他裡面的話 就是會讓你知道說裡面有哪一些坐標 不過我發現他這個 這個網 這個 網頁好像有點改版 不過無所謂 我們可以先點下面這個連結 他有個CSV連結 他可以讓我們怎樣 知道說 假設啦 你要抓裡面資料的話 點他一下 他就會這個 這個就是他給我們的一個開放資料連結 點下去之後 其實就下載一個什麼 下載一個CSV檔 那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 基本上 他有哪一些東西呢 包含就是說 有一些 什麼呢 至少要讓我知道說 哪一個位置 所以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有一些相關的什麼 包含就是說 它的相次 停車場的名稱 還有輕度跟緯度好了 假設這一些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那不過目前資料是在 網路上面 而且 下來的東西是CSV 所以呢我們可能會需要 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去直接抓那個資料 我們會需要第一個 就剛剛講的 那個request request一定要先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的話 假設啦 你如果程式寫好的話 他也會出現這樣的狀 有沒有 有沒有 底下有個錯誤的波浪狀 表示說 而且你執行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No module name的這個request 意思是說他找不到這東西 沒辦法執行 所以呢 我們要第一個 怎麼樣呢 先把 這個request裝起來 那怎麼裝呢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 做環境變數 我有方法一 方法一 是做那個環境變數 裡面的話呢 就是在PASS裡面 新增一個 一個什麼呢 把那個 點兩下好了 點兩下做新增 新增的話呢 把剛剛講的那個 我是放滴滴喔 不過你們可能不一定是放滴滴喔 如果你的路徑不一樣的話 你可能就要把它找到 然後呢把這個路徑怎麼樣 把它新增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再來怎麼樣呢 再把那個 命令提示支援 就是DOS環境 我習慣是 Control Windows鍵加R Windows鍵應該知道 Windows鍵加R 然後打個CMD 按確定 這個好像之前講過 OK 那你就打個什麼 Pipe PIP 用Pipe去幫我install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個所謂的PASS是 因為我已經有那個路徑了 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再去進入到那個 那什麼 D底下的那個什麼 Python363的底下的script 就可以去執行PIP了 OK那個PASS意思是這樣 所以以後呢如果說老師那可是我 不要PASS 我可不可以直接到那個什麼DD底下 可以啊你可以D冒號有沒有 就跳到D嘛 然後CD 到那個Python3632 不過你還要答對啊 通常是什麼DIR一下 先看一下他的名稱是叫什麼 叫 這個啊Python3632 所以你就CD CD就進入那個什麼呢 大小寫沒差別 Python 然後呢這個 一槓嘛 36 應該是36 一槓 36 3632 先進到這個目錄啊 所以這邊有個目錄 Enter一下 所以他就進入 然後在CD什麼呢 Scripts啦 那你不知道的話 先DIR一下 裡面有個什麼呢 有個Scripts 所以你這個呢 CD Scripts 就是 這相當相對麻煩 你要 進到裡面去 在Python3632 其實也麻煩 所以 如果你不希望這樣做的話 你就直接 設一個路徑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是 在CD Script Python3632 加一次 然後呢就Python3632 這樣也OK啦 實際上呢 加路徑 等同是你已經進到那個目錄 就Python3632 OK然後 Install 然後打一個Request Enter一下 特別是 這個時候你的電腦網路 一定要連線 因為他會 從網路上幫你抓什麼 抓這個Request 有沒有這個時候他就會跑一些東西 幫你把東西 而且告訴你說 已經幫你安裝完成了 OK 如果你要update的話 這邊有相關語法 可以下 那你如果要解壓縮的話 就是把Request拿掉的話 就是 Python3632 Python3632 就是 把它去掉了 好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安裝成功 其實你也可以到哪裡呢 到那個你的 這個程式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 最下面這邊有一個 你的那個 Python的安裝路徑 裡面的話你可以找到 應該我記得好像是在哪邊 那個 System Library 裡面的話好像有一個是這個 Library裡面 你可以找一下 他理論上如果已經裝好的話 他這邊應該會出現那個 Request 的一個 套件 會在這裡面出現 理論上可以看一下上面這邊 在System 底下 這個 這個 Library System 所以這邊底下 會有一個Request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它裝一下 我剛剛應該是裝過 還是怎麼樣 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 特別之外 Ecalyptus 還是要重新 重開一次 不然的話你會看不到這個 剛裝的那個Request 因為我剛剛已經裝好了 如果你裝正確的話 在這個底下這個 這個底下 他會有個System Library 他的系統的 函式庫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Library 函式庫是從Sites Package 應該什麼 從網站上幫你下載的 其中就會有個Request 再來 Import Request 就不會出錯了 你會發現 我把它重開之後 他已經找到了 所以你把它怎麼樣 再Import進來之後的話 那就沒問題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再來的話呢 因為我知道說呢 我有一個 Open Data的網址 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官網上面 我這個網址是從官網上 我把它複製之後的話呢 再來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Request 所以 你可以用Request 裡面 它有一個叫Get的方法 那把這個剛剛的網址放在後面當成是一個字串 它就會怎麼樣呢 去幫你把那個東西 有點像模擬 Request有點像模擬一個瀏覽器 這瀏覽器打開之後就會把那個HTML 或者是什麼 反正網路上的東西 CSV 全部都Download下來 Download到哪裡呢 我們就有個 假設一個物件 叫HTML 或者叫CSV也可以 名稱 另外的話呢 Encoding要注意一下 我講過啦 大概就不外乎兩種 CP950 跟 UTF8 那我要怎麼知道 其實如果下載這個 像剛剛的這個檔案的話 我的習慣是按右鍵 那因為它是CSV檔 我可以用什麼呢 記事本來開 其實用記事本來 開 再另存新檔一下 然後另存其實主要是要看說它的編碼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都不用裝什麼軟體了 反正你就是記事本打開 然後在另存新檔你可以看到編碼了 假設 ANSI 就是CP950 OK 那如果是 UTF8那就沒問題了 當然以後如果你說 老師那我可以轉換 可以啊 如果像它現在是顯示是ANSI 那你要把它轉換成UTF8 再存檔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是 因為這個東西是從網路上 你沒辦法說 我現在把它改成UTF8 把它還給你 你放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 你就要按照它給你的 你去抓 才不會錯 如果你對應的編碼方式錯的話 也還好啦 就兩種嘛 如果你看到亂碼 那你就換另外一種 不就OK了 OK 所以呢我們知道它的編碼方式 然後也知道它抓下來的東西是長這樣 有沒有它第一個一定是它的欄位名稱 中間加豆點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一直往下 OK 那總共Total有多少 其實中間就是加豆點 所以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前面有講過就是 用那個Sprits 那就可以把這一列 的資料切割 放在一個list裡面 放在list裡面我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是 來看 就是我把這個get回來了 所以 再來的話呢 我就是 把這個HTML裡面 轉換成Tester Tester指的是我抓下來的東西 它可能是個物件 那我要解析它 它裡面有個屬性叫Tester 我就利用這個Tester 幫我把它抓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要抓它的話 基本上 就是 我先把它print好了 假如我要把這個東西抓下來的話 那我用print 可以看到 裡面的東西的話 那就是print 這個東西 裡面的 TXT 它裡面有屬性 就是把這個物件裡面的 屬性叫做Tester 幫我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 print出來一定就是豆點 會有這麼多豆點 所以呢我就可以用 切割的方式嘛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就是 你用sprint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可以先怎麼樣 切割 這個先註解 那sprint的話 就是把這個東西 後面加一個sprint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切割的東西 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反斜線 好了 不過有的時候 我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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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切切不出來 為什麼 你想說 明明看到的剛剛就是一個換行 不過呢這邊又有一個 你看不到的東西 如果你剛剛是用什麼 這個我們剛剛下載的東西 假設你用是用記事本的話 其實 會看不到後面的東西 所以 就很像造妖記 對不對 你要看到 這個 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可能你要用另外的工具 像我的工具 我會用哪一個 裝一個Nordepay++ Nordepay就記事本 加加就是它的功能更加強大 好的 等於是 它的升級再升級版 對不對 為什麼用這個Nordepay++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 像網路上 看到有人 寫python 也用Nordepay++ 來寫 砍python他就下指令 就是什麼呢 python 空一格 然後把那個.py 程式 run一下 他就執行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們其實 如果不用的話 也可以這樣 你要一直在打程式 對不對 相對對學習 其實還是比較不方便 好 這裡的話 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照妖鏡 檢視裡面 如果你要看到特殊字緣的話 裡面 他有個功能 就要蠻喜歡這個功能 檢視 特殊功能 照妖鏡 顯示所有的字緣 也就是說 有些你看不到的東西 請你幫我全部都顯示出來 就是 最重要的是後面這兩個 這個 其實 特別注意喔 以後你看到什麼呢 LF就是反斜線N CR就是反斜線R OK 你可以看一下 下載是下載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知道以後呢 你要加一個反斜線R OK 如果沒有 像有很多 其實下載都是LF而已 他沒有CR 那你就不需要 再加上那個 反斜線R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是你看不到的 目前我是看這個 Note 加加是 最容易可以看到 細節的部分 因為如果 我用講的 我說 不然用拆的好了 不行啦 你有 那你有時候 當然有的人真的是用拆的啦 我想應該 寫成 因為不然 但我的習慣是 我一定要看到 我看到的 那我再去寫 不就OK了嗎 所以這樣的話 比較不會出錯 那所以呢 我們就來 怎麼樣呢 在這邊再加一個 反斜線R 就是 CR LF CR 反斜線 R LF 是反斜線N OK 以後呢 當然還有很多東西啦 反正 類似我覺得這工具裡面 還蠻多 可以 可以用的功能 那我們就把它加上去 把它Split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切切切 那切完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 幫我把這些資料 一樣是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List裡面 所以呢 放在List裡面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 先切一個 然後再切第二個 所以基本上我還要再切第二支 因為你切完之後 切只是切什麼 切 後面的這個 CRLF 有沒有 CRLF 那裡面還有 這個斗點斗點斗點 所以呢我還要再利用Split 就是 他這個是切 他一筆資料 那我再到裡面的話呢 把它的資料 For I in range 然後把裡面的那個 List1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 幫我切切切 那你要看要擠欄 所以切出來之後的話 那就再把 把斗點的部分切 切開來 放在List2 並且把我們0 1 2 3 中間我用Tab好了 所以把它print出去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結果就長類似像這樣子 OK 資料呢就從網路上抓下來了 OK 所以中間的話就是有個 Tab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練習 這個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我們連結在這裡 然後 再來這邊 其他程式 就我剛剛秀的程式 給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